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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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也差不多三年喔 所以裡面的植物都是我自己這樣慢慢種出來的 不是那種批來再轉手 所以每一個就像我的孩子一樣 開始中心已經開始要變粉紅了 已經開始要顯色 這兩天沒下雨然後溫度要下降 季節的關係會跟你上次來會漂亮很多 你就是像這樣子醒紅嗎還是 對 它們顏色就會像這麼紅 那夏天它們基本上會比較綠一點 然後也比較沒有這麼肥厚 那我玩多肉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季節開始多肉要漂亮 所以它們會現在趕快出來 選擇自己喜歡的回家走 是 沒有 它是看季節跟看品種 你選擇貴的季節跟品種 就覺得你會 它把它曬在這個小鞋子裡面 夏天會綠一點就沒這麼顯色 都是因為它入坑了 因為太可愛太療癒了 剛剛入門了會很喜歡的 它就是肥肥厚厚的 然後現在天氣涼了 再來它的那個指尖 指尖會開始很紅 會鮮紅色的很 它顏色很好看 就是上面淺綠色的 下面比較深這樣子 好有層次 它們都是我的親肌母 我就從這裡一直分 它會一直分叉 譬如說在這裡 對對對 它會分成兩叉 或分成三叉 它也是多肉嗎 對 這個叫石頭魚 我剛剛以為是 石頭 對啊 種子長到這樣子 大概要三年的時間 種子多小啊 比芝麻還小 大不到 要三年才長這樣 對對對 那它可以長到什麼程度 大概四五年長到這麼大 它原本是一顆分裂成兩顆 然後兩顆分裂成四顆 八顆十六顆 所以它一顆到後來可以長到這麼大 我曾經咬到這麼多 它是一個山水 然後一個小屋子的感覺 有些人它就是喜歡不同的意境 那我們就選擇不同的花期下去 多肉的繁殖 可以用堅定牙 也可以用葉子膚的 都是落地生根的概念 對 這個叫小紅莓 好可愛 這個我照顧好幾年才長成這樣子 對 我昨天一PO上網 就一群人 我好喜歡它喔 這個季節才變紅 那我們客人從這邊進來 就會開始看到我們的種子 種子的手座 它半年很貴 對啊 它就是超有生物 生物情緒 這個是營業榜根的種子 這個是橄欖 一種做的花期 有剖面的 然後有剖一半的 然後也有切片的 我們下去再燒 做風鈴 不要的什麼 鍋碗瓢盆的東西都可以用 這個是我們自己編的 這個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開一點課程 讓客人直接自己編一個鋁籃 然後放一點青苔 青苔我平常就有養 就整盤的 那就是種上多肉 因為多肉比較簡單 就是它不需要你一直澆水去照顧它 你都還沒走進去 通常客人在這邊就會逛上好久 然後裡面還有 其實它還沒進到裡面 我這裡每一個角落都是一個井 這裡也是 所以客人進來會慢慢逛 逛上半天 這個窗 這個我用舊窗 然後這個都是我營造好幾年營造出來的 這個都沒辦法短時間就讓它塑成 這個就是也是那個棕櫚樹的下來的葉子 我對它這個啊 它會吃掉我的肉 它一個晚上就把它吃光 這個是我新作求然 就我先育好苗 明年的話應該是可以攀成 那我下面種的是波尼亞 那個也是多肉 夏天需要遮蔭 那我剛好利用它來幫它遮蔭 它的葉子會肥肥厚厚的 然後開小白花很可愛 這些都是蝌蚪 它們都是會長那個有帽子的 就是松鼠椎的那一顆種子 裡面有種子 我們再看一下種子 這非常的可愛 哇 哇 我會讓客人就是他們會先選盆器 那選好盆器就是自己再去選擇鍋肉 那選完過來就是我們會開始照鋪做 叫客人怎麼樣去布局它的一個 藤栽的一個位置 先放個網子 幫助它排水 因為我們的底層會是放一層這個發泡煉石 那這個是高溫殺菌過的 所以它是不會吸水 水下來到最底層它就排掉了 這個越多它的排水性會越好 因為其實多肉只要一點點水就好了 再來就是多肉的專用土 那專用土裡面就是顆粒的比較多 不是一般像農場都是泥土 因為泥土就是它太含水了 你的植物就會沒辦法含紅 那爛掉機率也比較高 所以我們是用顆粒的 全部倒平 做起來會比較豐富 我們要怎麼樣把盆子裡面的植物移進來 它要先脫盆 先修根 然後再一層一層種上去 就一樣捏一捏讓它的根鬆了 之後我們就用捏著 不可以把它倒下來 倒下來它的這個都是絨毛 它如果沾到土就是灰頭土臉的 很難清掉 照的光線就不太好 因為它比較大顆 那我可能會種稍微後面一點點 那我們可能會種比較高的先來種 高的種完再來種主要的 我們可以讓它種緊密一點 比如說這一顆讓它再靠攏一點 用尖尖的來倒 尖尖的倒 對 我們會用這個來點它固定它 我們也不一定要把它種到滿滿的 就是可以部分留百 像它現在的樣子跟一個月後的樣子 好壞喔 以後越來越美 夏天的話它必須要遮一下煙熊 遮一下就是不要太曬 你放室內如果光線不好 你會發現它越來越熟 陽光多那越來越熟 我會覺得我自己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黑熟子都可以弄出這樣 一個月後會更有成就感 真的嗎 怎麼熊都可以讓你養成紅種 光線通風喔 老師怎麼給人家這麼多信心 我幫它固定打包好 就是這樣一個袋子 然後我們會 因為客人先帶回去 他可能忘記怎麼樣照顧它 對啊 我們可以給一個養護小卡 然後客人就很開心 然後回去就不會說忘記怎麼照顧 天啊 我怎麼啦 記得時候